很多人覺得我教琴是很兇 看到我的影片覺得我很嚴肅 但我想說 我覺得先生嚴或者有要求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應該是這樣 難道你的音又拉得不準 接著節奏又不好 然後先生聽你拉完 一句又一句 一行又一行 最後只說挺好的 難道這樣是一個好的先生 還是有人覺得先生要去啟發學生 要鼓勵學生 我想說這個是絕對錯誤的想法 先生不是去鼓勵學生 尤其是如果學生沒有充足的準備 準備去上課 先生是怎樣鼓勵 有個學生來上課 我給他的功課是一頁 是Suzuki的第一冊裏面的其中一首歌 只有一版 裡面的音節奏都是很簡單 即是在一把位可以應付到 而那些節奏都是半拍一拍 其實完全不難 如果他真的認到音的話 他一看到音就知道是按哪條弦 然後看到某個節奏 可能是半拍或者是一拍 他知道自己應該走幾快 其實這件事你認識的話 是在Suzuki 頭那兩冊是不應該難倒你的 但是很明顯他只是練了頭那兩行 然後去到第三四行是超不熟 是上課的時候 來到我上課 然後才逐個音去看 一拍一拍去看 那我對著這些學生 我是很… 即是沒有東西可以做 而令我覺得廢解的就是兩件事 第一 即是家裡的反應 即是你怎樣能夠和你的子女來到上課 而你聽到子女是很明顯沒有練琴 然後你可以無動於衷 即是你不會… 即是你見到先生有這樣的要求 而很明顯的子女是沒有練的 那你不會覺得很難為情的嗎 即是… 可能我還在用我家裡那一套 即是如果他聽到我練琴練得不好的話 在我先生罵我之前 我家裡已經在背後做很多…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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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先生也沒有說 你有沒有練琴的 大家可能聽我之前有些片都說過 即是… 我媽媽在我小時候是這樣的 為什麼這麼多父母現在是可以無動於衷的呢 第二件事我不明白的 就是… 對於學生 現在很多… 即是一年級的學生 坦白說也都比我的時候 那些一年級 即是我的時候 六歲的時候的我 是… 懂很多東西 是… 對答如流 是大人完全能夠跟他溝通的 即是我想起我小時候 一年級的時候 可能複雜一點的… 句子 我都… 不太明白 那些要求是… 即是大人有時候跟我說的東西 我都不是完全明白 如果現在的小朋友不是… 即是如果現在的小朋友 因為他們看很多電視 經常跟大人說話 他都不是很害怕那些大人 即是… 其實我的要求 先生的要求 他們絕對明白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在想 即是我換轉 好像這些這樣的學生 去到先生那裡 他是沒有準備的 那… 其實是會很… 慚愧 即是很無地自容 我舉個例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 是… 學日文 那… 我在日文學校 那… 但是呢 去到… N4 如果大家有… 學日文的朋友 看著這段影片的話 去到N4的… 後半段 差不多上N3 那… 那…其實呢 那些… 教材呢 那些功課呢 是… 對我來說 有些吃力 是… 我… 我覺得呢 比較起我的同學 因為呢 他們有… 一些… 日文… 課堂的練習以外的興趣 即是可能他喜歡日文的歌啊 或者是喜歡一些動漫啊 或者是喜歡一些… 一些… 公仔啊 這樣這樣 那樣東西呢 是會令他呢 是… 生睡覺的好語 sheer多過… 書本上面教他 這樣變成了書本上面教他 對他來說呢 對他來說呢 不會是太… 吃力 那… 但譬如我我這樣呢 我不會好像… 剛剛有… 兩隻俠呢 是很接近 飛過 類似的 那些同學呢 我沒有像他們那樣 你會這樣 那樣變成我呢 我去到後期呢 我覺得… 好… 辛苦 好追不上 即是… 不在個功課上... ibel 而… 先生說日文,我還在聽他這句是什麼意思 日文先生也沒有刻意放慢的速度 然後我就在想,但其他同學都好像 就算他未必一下子說得正確文化的句子 但他們比起我理解的地方是強很多 慢慢我就不想繼續上 我覺得好像拖慢了其他同學 可能是我才這樣想 我覺得好像拖著人,我真的不太好意思 為什麼現在的學生不會這樣? 為什麼我見到很多,尤其是小學的學生 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他們不會覺得難為情? 我不明白,如果同樣是放樂活動 很多,或者我所見到的多數的學生 他們對練習羽毛球,練習籃球 那個認真的程度是遠高於練樂器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有很多人覺得我教琴 葉少希你教琴很兇 我想說我很兇嗎? 其實我不介意你沒有練琴 我明白現在很多學生 小學生、中學生也好 有很多學校的功課 我想說我那時候也是 這個我不說 如果你真是很忙 或者有考試,或者有測驗,或者有其他什麼項目 我不介意 只要你在堂上跟我說 葉Sir Mr.Yip 我這個星期只是練了這麼多 其他學校我沒有練 其實你只要說這句 我覺得你已經對自己有交代 你知道你要做的是什麼 只不過因為這個星期你很忙 或者其他因素 所以你只是練了這一行或者兩行 甚至你沒有練都不要緊 但是千萬不要 請你不要 你又沒有練 然後又在那裡拉 那你拉什麼? 我不是在陪你練 雖然大家現在 可能在Facebook 或者在某些apps 會看到有一個寫著陪練 還請了很多 那些所謂的 獨奏家,什麼狼狼 這個是 我不知道 我想也有不少的人 我只能說 每個人的學習方法不同 可能真的有人會去 相信陪練這一套 我絕對不相信有陪練 你問這些soloist 他們都不是陪練 練習是一個很孤獨 我講孤獨不是寂寞 孤獨的過程 是真的只有你才可以明白 有什麼問題 然後你怎樣去克服它 全部這些過程是靠自己的 沒有辦法陪的 我在堂上 我就告訴你 你這個星期的練習 練得哪個地方不好 最理想的 我希望的情況是這樣的 小學一連班 有很多跟他講那些高深的 比較深奧一點的 我覺的深奧一點的理論 他們是 好像明和不明之間 其實我想他們是明白的 但是如果他們練琴 沒有什麼心機去練 沒有花時間去練 我跟他們講這些 音樂的理論是 我覺得是有少少浪費了 他們都不會明白 有時候我都會講一些 沒什麼用的說話 譬如我會問 金唐有沒有什麼不明白 或者是上星期有沒有什麼不明白 其實有少少多餘 我現在想起 如果他真的有不明白的話 在你未問他的時候 他都已經跟你說了 這句我不明白 或者這個指法 我不會抓 或者是哪個音 應該會這樣 如果他沒有的時候 然後你問他 這次的功課 在上一次的功課 我有沒有不明白 這個是多餘 所以我想我從現在開始 我不會再問 結果 譬如那個學生 我聽得出他沒有練琴 只是練了頭兩項 我就跟他說 我不介意你沒有練琴 你告訴我你練了這兩個巴 我就練這兩個巴 除了聽這兩個巴 還可以做些什麼 可能之後才算 但是 我是 替他難為情 雖然我是可以 逼他 在堂上 才去練 才把沒有練習過的東西 慢慢去拉 但是 我真的不想這樣做 因為 是很沒意思的 很沒意思 其實我還未想到 有什麼辦法 我覺得 如果家人 是不配合的話 是很難 我覺得家人 真是最大的問題 真是很抱歉 但這也是事實 譬如有些學生 幾個月 半年 因為這一個流感 今次的流感 是半年沒有上課 先生難道要主動去問你 你會不會上課 上課不是應該 學生主動的嗎 你有東西想學 不是應該是你主動的嗎 為什麼要先生去問你 回頭 如果你半年 已經沒有上課 我真的想像不到 你還有多少 你學過的東西 還有多少 很浪費時間 浪費錢 所以我不太明白 很多家長 他們現在的想法 不知道 其實今次這條片 純粹是講一下 我在堂上 遇到的情況 仍然都是那句 如果 是 你讓子女學小提琴 或者學音樂的話 家人 是 真是很靠你 怎樣去配合 又如果你已經 可以和子女上課 你都可以帶她出來 請不要放下子女之後 然後走去不知哪裏 好像有一個 另一個學生 我都見到他的家人 跟著他上來 然後他打算走 然後我說 什麼生什麼太 你可以來這裡 歡迎 去聽聽他怎樣拘捕 聽聽你子女怎樣拘捕 然後他說 不了 因為我要看著這輛車 你要看著這輛車 你要看著這輛車 你不想知道 子女拘捕得怎樣 還是你不想面對 還是知道他都拘捕得不好 算了 不如我在車上 掃一下風更好 是這樣 那他學來做什麼 那他學來做什麼 對著這樣的家 那我又應該怎樣教呢 可能大家以為 其實我教琴都十幾年 那我都還在學習著 還在學習著 應該用怎樣的方法去教學生 很多時候最難就是 跟一些小學生的家 去看看他們的家 可以配不配合 我當然想他們的子女拘捕得好 但是 先生可以做的就是 我在堂上用心教 但是 很靠他家人怎樣練 家人怎樣支持 金錢上的支持 當然是難得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 你有沒有心機 你著不著緊他 拉成怎樣 不要跟他來 然後又看著車 我都不懂怎樣說 難道我說 如果你看著這段影片的觀眾 你還沒有子女的話 可以讓你參考一下 要不就不要讓他學 你讓他學得 就不要任由他 你自己也不要任由他 因為他不懂得自律 如果當時和我一起學琴 我媽媽不是在後面發出這些聲音 和口罵我 我一定不會拉成這樣 沒有其他方法 這次的影片就是這樣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